家里有吃不完的或者口感不好的面包,我推荐大家这样做,味道真的非常棒,作为早餐极丰富又简单快手 我家的原味吐司基本上没人吃,加工以下还是很受欢迎的 沿着对角切两刀,切成三角形,或者竖折切成条也可以 30颗黄油做热水里隔水融化 一片大的吐司大概需要6颗黄油 黄油全部融入液体了以后,在每片面包上薄薄的刷上一层 大家尽量用黄油,别的食用油替代不了,烤不出来这个味儿 面包片可以做成多种口味,甜口咸口都可以做 甜口的在刷上黄油以后,再撒上薄薄一层白砂糖 然后撒上芝麻,生的熟的都行 这是第一种口味 第二种口味也是甜味的,一样的刷黄油,撒白糖 我加了杏仁片 第三种我做了咸口的 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,刷黄油这一步少不了 把白糖换成食用盐 不要用勺子加盐,用手撒会比较均匀 然后撒上孜然粉或者椒盐 特别推荐孜然味,超级好吃 烤箱上下管160度,烤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香酥可口,秒刷面膜垫的奶香片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